男人似乎觉得气氛太过僵硬 他总算露出一个笑容 行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更何况马苦玄还不是你子孙 急什么呀 为了宗门大业 行了吧 你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 说来说去 还是想着让马苦玄日后去风雪庙 帮你报仇 那位以脾气暴躁著称于世的兵家老祖坦诚道 楚中的确如此 可是相处久了 我看马苦玄越来越顺眼 我家那帮不成才的子孙 一万个都比不得马苦玄 男人破天荒的附和老人点了点头 嗯 你家那些王八崽子 你当年确实就不该生下来 可说到底 还是怪你自己管不住裤裆里的鸟 老人气愤道 你一个真武山宗主 说这种话 也不臊的话 听说你最近裤腰带又没拴紧 找了个凡夫俗子的貌美侍妾 老人气焰骤将 他低声说 我是真心喜欢的女子 娇汉可爱 山上那些狗屁仙子实在腻外 你喜欢就好 真武山现在的风气真要改一改 尤其是最近百年收取的弟子 心心极差 不过是得了一个马苦玄 就让他们鸡飞狗跳 道心大乱 一个个背地里边说着酸话怪话 比市井长蛇腹还不如 男人摆了摆手 不是道心大乱 是这些人的道心 本就如此不堪 你不管管 那我要不要管管他们的吃喝拉撒 管管你的裤腰带呀 老人翻了个白眼 放心 马苦玄死不了 男人挥挥手 重新开始打谱 兵家老祖哈哈大笑 猛然起身 师兄你也真是 早说这句话 我何必跟你磨叠半天功夫啊 男人头也不抬 你裤腰带松了 师兄 你还是这般爱开玩笑 哎呦一声 老人慌慌张张 赶紧施展神通一闪而逝 原来是男子在挥手之间 就让一位原英帝先的裤腰带粉碎了 而且后者毫无察觉 若是有心杀人呢 在宝平州眼中 真武山强在世俗王朝的影响力 论个人修为和战力 风雪庙的诸位兵家老神仙 要强出真武山一大劲 曾有人笑言 两座兵家祖庭 如果各自拉出食人来捉对厮杀 强者如临的风雪庙 能够打得涉事极深的真武山汗祖宗 男人放下了那本早就烂熟于心的老旧棋谱 棋谱名曰 《官子会》 记载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官子局 男人当下打谱那一局 又名为采云局 对异双方 一位是白帝城城主 一位是西年的文圣首徒 男人轻轻叹息一声 后山神武殿内 马苦玄盘腿坐在一尊居高神像的头顶 一只黑猫又坐在他的头顶 一人一猫一神像 黑猫伸出一只爪子轻轻挠着马苦玄的脑袋 马苦玄不以为意 他从小就与黑猫相依为命 奶奶去世后更是如此 左手边一尊金身木雕神像 眼眶中漠然泛起金色光彩 轰然而动 巨大神像缓缓走下神台 环顾四周 最后看到了居中神像头顶的马苦玄 神像走到了大殿中央 转身面向少年羽毛 身高三丈的神像 单膝跪地 马苦玄仿佛对此习以为常 只是像以往那样出声提醒 回去之后 记得守口如瓶 这尊木雕神像 微微点头 起身后大步前行 跨上神台 站在原位 金色眼眸 很快失去色彩 既然不动 大殿门窗极高极大 光线透过窗户缝隙 洒落在大殿之内 灰尘因此得以瞧见 马苦玄突然自嘲 法宝太多 幅员太厚 也挺烦人呢 黑猫抬起只脚 轻柔舔着脚掌 马苦玄 后仰躺下 黑猫一个蹦跳 在马苦玄躺下后 刚好落在他胸口 全躯起来 很快酣睡 黑猫时不时 换一个更舒服的 蜷缩姿势 马苦玄翘起二郎腿 一只手 扶摸着黑猫的柔毛 想起真武山上 那些阴阳怪气 和屈炎覆势 觉得有些无趣 你们不喜欢我 有什么关系呢 我也不喜欢你们呢 大殿空岭 唯有一人一猫的 轻微憨声 那些神奇的金身神像 依次排开 像是在忠诚守护着 高高在上的君王 年复一年 千年万年 关湖书院的闲人周举 没有跟随自己的 圣人先生 去见巨卢州的 那位道家天君 他怕自己忍不住 会对那个叫谢时的家伙 出言不逊 只能害得先生为难 先生离开了书院 肯定打不过天君谢时 又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 被谢时一巴掌拍死 难不成还要代替学生 跟外人道歉 所以周举 来到了打轿山昆船 坠毁不远处的一座山头 根据记载 冲天剑气 正是从此而起 击毁了南下老龙城的那艘昆船 死伤惨重 中午静以下的乘客 几乎无一幸免 周举在山上搜寻无果 没有半点蛛丝马迹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为这桩货事 瞎子都看得出来 是幕后有人处心积虑 栽赃这个宝平州 最具实力的强大王朝 但是周举想不明白一件事 堂堂去卢州的一州道主 为何愿自降身份 蹚这一趟浑水 甚至不惜与关湖书院 短兵相接 如果持续下去 天军谢时 极有可能成为 宝平州全部练去式的功底 难道你谢时 真当自己是道祖 作下二弟子啊 周举不觉得大离宋氏 请得动一位别周天军 这些天风餐露宿的周举 打算下山了 听先生随口提起一事 最近半年内 婆娑州 同叶州和福瑶州 三个地方 出现了许多 失川已久的无主法宝 甚至还有几间 半仙兵的身影夹杂其中 引发了巨大震动 无数山泽野修 蜂拥而动 根深蒂固的仙家豪法 更是不会放弃这些莫大机缘 一时间鱼龙混杂 豺狼结伴 周举对这些不感兴趣 他对接下来的世道 更无兴趣 也没注定是读书人 安心读书更难了 这样不好 周举抬起头 望向天空高处 我周举 关湖书院的小小闲人 周举然 尚且可以发现端倪 比我家先生更畏惧高位的你们 周举黯然下山 懒散云游 或御风或徒步 最后走到了一处热闹集市 喝了碗热腾腾的酸辣汤 周举顿时笑竹颜开 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贪贩的女儿正直妙龄 肌肤微黑 却犯着健康的色泽 他偷偷地瞥了起眼周举 家乡读书人不多 长得这么好看的读书人 就更少了 他觉得呀 能多看一眼都是好的 于是周举多要了一碗酸辣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